怒批政府的行销补助根本是看得到吃不到 经营首摇影的陈老板受到疫情冲击 今年二月以来业绩残掉五成 第一波六亿元的餐饮补助没抢到 第二波加码三十亿终于让他搭上补助列车 但看到核销标准实在是好失望 让坐门嘛 省电费在让客人做 客人是有反应的 但这种我们像做活动给客人 他们就说不行 原物料食材通常都是要都用比较好的情况下 鬼鬼给客人是合理的 客人你会看到那也不行 什么都不行 以一杯奶茶六十五块折扣十元来算 三个月内得卖出两万杯才能领到上限十万补助 这个标准在疫情前或许还可以 但疫情后人流大幅降低 一天以一百杯的销量来看 三个月后估计只能领到四万五千元 顺利卖出产品执行优惠后 还得一笔一笔统计回报 对店家来说又是新的人力成本 我们后台会有这种发票的单据 像这种发票单据 我们要一个一个抓出来 我们变成说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的话 是我们自己要做好这些报告跟资料 然后再送上去 也有店家私下透露 回报给经济部的资料 不会每一笔都核销 对此经济部回应 后续会根据业者提供的单据来做查核 有店家呼喊就算申请过了 但补助也很难拿到手 而有些街变店是更惨的 连申请的资格都没有 因为他们虽然有实体店面 但是没有座位区 因此统统被排除在外 疫情冲击 餐饮业首当其冲 政府拼纾困也纳入餐饮业 只是政策跟执行面还是有点落差 恐怕对很多业者来说 想领到有段距离 TVBS新闻 叶俊宏一平节特别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